在熟年中,你家三个儿女的各自婚姻,算是把生活中的辛酸苦辣,全部都呈现在了大众的面前,尤其是两个儿子,大哥尼伟明性格极其窝囊,从来都不敢忤逆自己的老婆,虽说怕老婆,也是好男人的表现,但尼伟明已经耸到连家里有多少财产都不知道了,老二更奇葩,好好的婚姻生活,愣是让他过成了一地鸡毛。 尼伟明与尼伟强各自都有一个儿子,身为尼家长孙的尼俊已经结婚了,只不过这段婚姻是没有得到任何人祝福的,女友是个外地女孩,家庭背景还有些复杂,母亲生怕日后儿子吃亏,所以一直不同意这段婚事,可尼俊愣是用假怀孕把妻子娶进了家门,在真相被揭晓的那一天,婆媳大战才真正开始。 都说婆婆与儿媳之间的关系好不好,就得看儿子的表现了,可尼俊呢? 显然遗传了自己老爸的窝囊性格,每次看到媳妇跟亲妈有争执,她永远表现得像只缩头乌龟一样,永远不肯替媳妇说一句话,结婚之前的那些承诺与誓言,到头来都成了空话,媳妇能开心吗? 再加上两人之间因为孩子的问题又发生了一些纠葛,走向离婚的地步肯定是难免的。 大哥尼俊尚且如此,老二家的尼斯南就更不用说了,典型的叛逆男孩,在妈妈的精心培养之下,她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,非要在这个结果眼上作死,去组乐队练吉他,还落下了不少功课。 无论学校的老师如何警告,她都没当过一回事,等张春梅知道事情严重性的时候,尼斯南已经离被开除不远了。 一个人有爱好可以,但也得分时间场合不是吗?尼斯南还是个学生,只要再坚持个一两年,就会从大学正式毕业了,到时候拿个学位正不相吗? 将来找工作都不是问题,可她宁可放弃学业,也要去追求所谓的梦想。 这种不成熟的想法,倒是跟自己的父亲如出一辙,毕竟尼伟强也是一个十分能做的人。 尼伟强是尼家最有出息的孩子,是个大学教授不说,还有一个贤惠且能干的妻子,关键老人和孩子还不用她管。 这种婚姻应该是很多男人梦寐以求的吧。 可对于尼伟强来说,却是一种负担,非要逼着妻子离婚,还把母亲送进了养老院,最终抛下一切, 骑着摩托车去旅行了,压根就没有一丁点的担当,怕你窝囊不成熟。 不得不说,尼家的基因还是很强悍的,但凡是儿子,都没有遗传到妈妈的优良品性,倒是把爸爸所有的缺点都给带在身上了。 说句不好听的话,尼家的基因,算是把下一代给糟蹋了,看到尼伟强与尼伟民的生活,都已经能够猜到他们的儿子,将来步入社会,或是人到中年是怎样一番模样了。 尼伟民还好,儿子在窝囊,最终也会对老人和孩子负责的。 可尼伟强就不同了,他从未尽过父亲的责任,还不愿赡养老人,孩子是最会照猫画虎的,想必他到了晚年,也会被自己的儿子送进养老院吧。 到时候老太太是怎样一种感受,尼伟强也能真正体会到了。